奶奶 你是在无视我吗 我跟你见过吗 你你你你 算了 我小人不接大人过 我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 要跟自己老婆好好的 她要是被别人抢走了 你就等了哭吧 说完了吗 孩子 首先我要告诉你 我不是你爸爸 所以你妈妈好不好 跟我没有关系 其次 我现在很忙 没有时间搭理你 所以呢 你乖乖从哪里来 就回哪里去 不然我真的要找你妈妈 问她怎么教你的 让你到处乱跑 不请你告诉我妈妈 克里斯 你怎么在这儿 她是叶婷姐姐家的孩子 陆总 不好意思啊 打扰你了 那你们先聊 我先回去了 我先回去了 走了 她 还挺可爱的 可爱 但缺爱 她从小就被父亲抛弃 从来没有感受过父爱 你说 如果她父亲知道 她现在这么可爱 会不会后悔当初抛弃她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怎么了 我又哪里惹她了 克里斯 小姨陪你一起玩玩具 好不好啊 不用了 我等妈妈 妈妈 你回来了 你跟我一起玩吧 舅膜好难呀 做个好难呀 妈妈等一下再陪你玩 克里斯 妈妈想跟你道个歉 不用说对不起 小姨跟我说了 你这样是为了我好 克里斯 妈妈暂时 还不能把你的消息告诉爸爸 你会不会怪妈妈 我不要爸爸了 我只要伯伯开心 我不怪妈妈 儿子 你怎么可以这么乖啊 妈妈有你这样的儿子 真幸福 能做伯伯的孩子 我也很幸福 妈妈 妈妈 对不起 这女儿真的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这么晚才回来 去哪儿了 你怎么还没睡啊 怎么了 不舒服吗 没事 等我下